欢迎来到星座个性解析 我是星岳老师 这集我们来谈论五个星座 还有他们自己的个性 还有他们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第一个是双鱼座 双鱼座拥有浪漫的个性 他们对于另一半有非常高的期待 但是他们的另一半 不一定可以满足他们对 这世界上浪漫的期待 因此可能在最近 他们会面对一个非常重大的选择 如果是有伴侣的 双鱼座朋友 请记住了 你们的恋情会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 有可能会继续在一起 要不然就会分手 下一个是天秤座 天秤座的朋友们呢 天生就有一种爱好公平的特质 但是在这个月 在这时间呢 要记住 你们会有很高的几率 面临无法公平的期待 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都是在家里吃盒菜 很容易就有一个人会多夹一块肉 请记得 不一定事事都要公平 隐忍 有时候才是真正的宝藏 第三个是狮子座 狮子座的人充满了一种活力的特质 但是这种特色 并不是随时都会散发的 因此 狮子座的朋友 面对陌生人 可能会不敢讲话 但是熟了之后 可能就会开始讲话了 所以如果想要跟狮子座的朋友聊天的话 只要去认识他们就可以了 第四个是巨蟹座 巨蟹座的朋友都会有比较固执的性格 但是只要记得圆融一点 就可以避免掉太固执的问题了 另外 有一个同性相似的道理 巨蟹座的英文叫做Cancer 癌症的英文也叫做Cancer 因此巨蟹座的朋友要小心会得到癌症 如果得到癌症的话 有可能会死掉